Movie 6 懂電影 我是何啟華 阿Dee 我是王子華 我是Renzy 楊思榮 坐在我旁邊這位是方家軍大律師 花名叫楊思榮 他是一個新進的律師 非常有理想 非常之霸氣 對人要求很高 所以我就找了我旁邊這位師爺 太子 來應付一些 不用介紹了 這個是一哥大家都認識的 那就來應付旁邊這位的新進律師 在我角度 淋涼水 是箭嘴 不過他個人其實是 有一團想追求公義的心 絕對是一個很有熱誠和火的人 不過就不夠我多 所以在戲裏 我一開始都是會有少少看不起他 我想現實中律師都是人 主要我們在裏面做的律師都要像一個人 就是不要像一個律師 而不是一個人 但是其中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部戲呢 就是因為他一來 淋涼水是一個法官 而他是一個很真實的人 他會追求名利 會覺得自己懷財不育 會爛口 會黑薄 就是一個很真實的人 我簡單一點的 我沒有什麼戲劇 所以還要知道跟子華神一起做 馬上舔不要問為什麼 劇本也不用看 當然看到之後就覺得劇本很棒 我就是有戲找我 我就會很想拍的 人腳 我是一開始不知道的 我是進行完一輪的試鏡之後 我回公司才知道 人腳是陣容頂盛的 我是一接到劇本 就是你看幾頁你就知道 這個劇本是用了大量的資料搜集 Research 給了很多心機去寫的 最吸引我的 當然第一部都是劇本 2022年對我來說 是作為演員大豐收的一年 我做了一個舞台劇兩個電影 都是有非常好的角色去發揮 導演編劇集一身的 吳偉倫先生 心血之作 我就當他是沙士比亞一樣 他怎麼寫 我就怎麼說 真的很開心 除了很開心 我不知道可以說什麼 不知道多深深來的福氣 來遇到自己偶像 在一起談 你聽得出來嗎 他已經說得多到 不想再說下去了 已經是 不要再逼他了 很可憐 其實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完了整宗官司的時候 我們三個在我們的位置 即是戲中 我們是有些少少的慶祝 因為他一直都是一個很 有少少的外殼很硬正的 給人感覺 但是那一場 我覺得他真的有 我覺得他有一種少女心在裡面 對我來說 這個戲 其中一場 我覺得最重要的戲 就是當淋涼水 不是純粹幫人 他是要透過去救這些人 救自己 因為淋涼水 他一輩子都是一個 始財奧物 認為自己是不可攀不起 即是不可一世的人 誰知道 一個認為最看小契弟的人 有一天發覺自己才是最契弟 即是有一場這樣的戲 我覺得這場戲的難度很高 無論是劇本 拍攝和表演上的難度都高 有一場我也很深刻的 是醫院見阿水哥的場 那場我很深刻的 因為那場戲是我的角色 要呈現一種憤怒 當時導演覺得 不是這個狀態 即是不想要那麼重 我就藏起了那個外套 也是外套 但我藏起了它 然後走出來的效果 導演說這個是 我又覺得我學了一些東西 大家幫忙 真的幫忙 新年流流 聽說也不是很多電影 有時間看完它 沒有時間選這套 不要不要不要 有時間的 哪一套 毒蝕大壯